三大导师彻底哑巴了 人民网新华社联合力挺刀狼演唱会 语言直击专业人士 句句扎心 提到刀狼大家都知道 刀狼是一位民间歌手 其中他的代表作2002的第一场雪 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此外 刀狼时不时会突然推出一些作品 每次发布都能引起广泛关注 最近 他正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 场场爆满 火遍了大江南北 在刀狼走红的过程中 出现了两种非常矛盾的声音 其一是来自普通百姓传唱他的歌 演出现场人声鼎沸 网络上的反响也是一场火爆 得到了民间的广泛支持 然而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一些自称专业人士 他们对刀狼的作品极尽贬低 认为他的歌曲不上路子 我记得有两位女士曾对他发表过不高的评价 一位年长者认为他的音乐登不了大雅之堂 而另一位少年轻的女士则认为 他的歌是唱给农民听的 由此引发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什么刀狼的歌曲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现象 对此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 刀狼的歌到底唱得怎么样 第二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刀狼的歌 而有些人却不认可 第三 刀狼的歌曲在当今音乐界应该如何被评价 第四 音乐的好坏到底是什么标准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刀狼的歌到底怎样 其实说到刀狼的歌 老实讲 我并不会唱 但他的歌确实非常火 我也专门上网查了一下他的代表作 包括2002年的第一场血 情人 冲动的惩罚爱是你我和西海情歌 还有罗刹海是这首歌曲 前段时间也火得不得了 从刀狼的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的歌曲 狼狼上口 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 他的音乐风格就像是在念歌一样 例如2002年的第一场血 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 狼狼上口 而且刀狼的歌词和曲调均由他自己创作 这也使他的音乐风格独具一个 加之由他本人演唱 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个人特色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刀狼本人 他原名摩林 1971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 后来前往新疆发展 四川人到新疆发展较为常见 一方面距离较近 另一方面新疆的机会相对较波 因此 刀狼因演唱与新疆相关的歌曲而走红 例如前面提到的2002年的第一场血 刀狼他是一个民间歌手 尽管他懂音乐 能写能唱 能作曲 这些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 刀狼出身于艺术家庭 父亲是文工团的灯光师 母亲则是一名舞蹈演员 从小在艺术氛围中长大 他的音乐启蒙来源于父亲 12岁时开始学习音乐 首先接触的是钢琴 由于他成长于港台流行歌曲风靡的1980年代 这些音乐风格也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在小学毕业后便离家 自学音乐 后来到重庆和成都打工 由于他来自相对较为落后的内疆市资中县 相比重庆和成都这样的大城市 资源和机会自然少一些 这样的经历使得刀狼的音乐带有蒙重的民间特色 充满了个人情感的表达 刀狼的歌曲往往自弹自唱 具有一种自娱自乐的特质 就像弹着吉他唱出自己的心情 因此2002年推出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在当时娱乐圈掀起了一股风潮 据网上资料显示 这首歌当年在疯狂的石头合照 本山的小品功夫中都有提及 由此可见其火爆程度 这首歌不仅在娱乐圈火爆 还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为什么刀狼的歌深受老百姓喜爱 而部分专业人士却不认可 前面提到的刀狼的代表作 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罗刹海事 在其流行时 广受大江南北的欢迎 尤其是普通百姓的喜爱 然而在他走红的过程中 刀狼的音乐并未得到主流音乐圈的认可 根据网上的介绍 许多主流音乐人的代表性人物 如奈英 高晓松 杨坤 汪峰等著名音乐人 对他的作品并不买账 问题来了 为什么像奈英这些人不喜欢刀狼的歌 我想原因在于那英 汪峰等人士受正统音乐的洗礼 他们有一套正统音乐的标准 而刀狼的音乐风格与他们所推崇的正统音乐标准不符 这些专业音乐人接受过学院派的系统训练 遵循着一套严格的音乐标准 涉及嗓音的运用歌曲的演唱技巧等方面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形容 他们叫所谓的学院派或者正统派 他们背后的老师往往是属于庙堂之高的音乐人 这些专业人士认为刀狼的音乐不好 有两个原因 比如不注重声音的转换和演唱技巧 但是就不强调老百姓不喜欢 似乎是为某个标准所演唱的 然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尽管大陆很多成名歌手和音乐人对刀狼抱有鄙视态度 认为他的音乐太俗起 态土 甚至只是为农民而唱 但在2004年 香港著名歌手谭永灵却在制作专辑时 录制了刀狼创作的歌曲披着羊皮的狼 这首歌获得了第27届中文金曲 全国最受欢迎中文歌曲同奖 第4届中国园创流行榜十大金曲奖 和第一届无限音乐颁奖盛典的十大畅销金曲奖 所以从这能看得出来 香港的音乐家对他还是礼于有加 此外 香港音乐人李宗盛担任制片人的刀狼专辑 喀什盖尔胡扬也非常受欢迎 发行首日即突破40万张销量 最终累计发行520万张 并获得了第5届音乐风云榜年度大奖 可以看出 刀狼的音乐在港台地区得到了音乐家的高度认可 刀狼的音乐作品也通过无线通信和互联网版权 代理商泰和麦田公司累计下载量超过数千万次 这也清楚地展示了一个现象 极专业音乐圈不认可刀狼的音乐 但是却在民间非常受欢迎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 刀狼的音乐之所以受普通百姓欢迎 是因为其旋律简单易学 朗朗上口 容易传唱 这正是刀狼音乐的一大特色 至于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不喜欢他的作品 除了前面提到的不符合正统的标准 只是受群众喜欢 这是他们接受不了的 因此 他们在各种场合对刀狼的音乐 采取了一种鄙视的态度 这是我们看到的问题 刀狼现象其实是社会现象的一种缩影 草根阶层的崛起 在拥有群众基础和网络传播的条件下 其音乐得已广泛流行 而一些庙堂之高的歌手和音乐人 则只满足于晚会演出和专业评价 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它应该由少数人把空的标准来评价 还是由群众决定 这是讨论的关键所在 也是我们能够得出的基本结论 如何看待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 通过刀狼的音乐作品 我们不仅能够唱 也能听懂 从群众的喜爱中可以看出 刀狼是这个时代的群众音乐家 他的歌曲朗朗上口 容易记忆 没有复杂的技巧 正是这些特点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而主流音乐人则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演唱风格和行业地位 因此他们排斥与其标准不符的事物 对刀狼的打击和贬低 反映出他们是在维护自身的行业地位和标准 而这些标准并不是基于群众的喜好 这是问题的核心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网络现象 比如网红的崛起 向董宇辉 郭友才 李佳琪等人 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 但他们有自己的风格 最重要的是 他们得到了网络粉丝的喜爱 这正是他们的特点 同样 电视剧金英奖的最佳男主角范围和最佳女主角赵丽颖的获奖背后 也揭示了深刻的问题 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受到了群众的喜爱 最终赢得了评委的认可 逐渐奠定了自己的行业地位 我们想说 刀狼的作品来源于生活 描述生活 反映了群众的心声 他是被群众拥戴起来的歌唱家 而那些站在庙堂之高的人 用所谓的艺术标准评价刀狼 甚至贬低他的音乐为唱给农民听的 这不仅是对农民的贬低 也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行业地位 这种脱离群众基础的艺术观念 通过他们的表现显露无遗 在他们所谓的音乐比赛中 往往更多的视线要语言和演唱技巧 观众在他们的标准体系下 被迫接受这些正统的评判标准 然而你会发现在这些标准下 很难出现像刀狼那样影响深远的歌曲 因此他们鄙视的不是刀狼本人 而是刀狼背后的群众基础 以及大众的喜好 在中国古代确实有杨春白雪 和夏里巴人的说法 前者只高雅的艺术 只有少数人能欣赏 后者则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品 常被认为登不了大雅之堂 然而我认为这种观念已经过世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变化 许多社会变革是由小人物推动的 许多被忽视的小事 最终被社会接受并发扬光大 因此这也告诉我们 音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老百姓喜欢的是能为他们发声的音乐 这正是刀狼的音乐作品的特点所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